大家好,那么第二节课呢,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合成 那AE呢,它是一款合成软件,和这个PS有点像 PS呢,它是做这个静态的,做照片的合成软件 那我们AE呢,它是做这个动态的,做视频的合成软件 那所谓合成呢,就是把画面中本来没有的元素给它合成到画面中来 那我给大家先看一个这个小示范,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大家看到了吧,这是国外的一个小片子,我在网上找的 它这个视频就是,实拍的时候它很多素材是没有的 它是通过后期的这个手段给它合成到这个画面中来的 就比如说是我们看这个,它用了大量的绿模进行图像 像这边,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这个楼房啊,这个直升飞机的这个螺旋桨啊,车啊,帐篷啊 这些,它前期拍摄都是没有的,都是后期合成纪来的 现在呢,就是说,你不管是做影视也好 你还是在电视台工作也好 或者是说你哪怕是拍宣传片,广告片 甚至有一些婚礼,它都会运用到这种合成的技术 就包括现在很火的这个,像什么快手啊,小视频啊 也有很多人做一些合成的,像什么超人飞天啊 是吧,还有什么腾云驾雾啊 当然这些后来,就是之后的话 我也会带大家做一些这些小特效的案例教程 所以这个合成,大家学一下,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第二节课呢,就到这里 这就是AE的合成 这就是AE的合成